你覺得男生要不要刮懶毛呢? 我覺得是平常要的話還是修一下比較好 因為這樣子比較不會有味道啊 比較乾淨之類的 然後尤其是如果你今天有對象的話呢 我建議還是要就是修剪一下比較好 就是看會剃掉啊剃掉周圍 因為這樣子如果有人要吃的時候 會比較方便 不然就是他會吃到你的毛 這樣對他好像也不太好意思吧 對不對? 所以我是覺得男生應該要修一下這樣 對,然後如果有人今天要吃你的毛 也比較不會有異味 而且那個毛有時候沒洗乾淨 可能就是會有大便或尿粘在上面 其實蠻髒的 所以我覺得男生跟女生一樣 還是要修剪一下比較好 但是不用到說要去雷射之類的 好像不用 因為那個好像也是保護生殖器官的一個重要的生育 好,謝謝大家